你們就沒有 下期 新鮮精砖牛排下鍋 發出激热聲響 為一間三分熟度 再用噴槍避出表面焦香 經典牌餐光看就口水直流 也難怪用餐時間店內高鵬滿座 這個是二人套餐 再想在店裡頭吃到這套餐 可不容易 因為這可是外送限定款 訂單發出零響 餐廳業者立刻忙著接單 每分每秒像打仗一樣 從製作到真空包裝 除了球塊 還得小心保持食物原味 讓餐點送出後 就像限點現做 這本來是跟外送平台合作的 獨家菜單 用套餐的形式 要做出跟餐廳的市場區隔 可能之後我在選擇上面 我就會很容易就挑到 我覺得我喜歡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服務吧 沒想到業者從外送平台 獲得銷售訂單上的大數據 成功歸納出消費者的特殊喜好 讓銷量直線上升 它第一個區域開來 我們店內的跟外送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的店內客人 不但沒有受影響之外 在外送上也得到了很多客人的訂單 你在每個月一直利用這些大數據 做改進的時候 我們實際的銷售量 大概提升了四成到六成左右 前端的大數據 也能作為店家備料的依據 減少食材的浪費 甚至這專為外送設計的組合 賣得下下叫 轉而變成店內的招牌套餐 他先把它做成一個套餐組合 看看消費者的接受度之後 他覺得這個接受度 市場接受度是好的 那他才會在店內裡面做推出 一百八十度高溫油 讓這鮮嫩豆腐 暈上金黃色澤 起鍋後再左上倒地的 泰式酸辣醬 這味道與口感簡直讓人瘋狂 再搭配一旁爽口的涼拌海鮮 體重根本直接失手 一道道泰式料理飄香 吸引不少人揪團來吃大桌菜 你好 這裡歡迎商業餐點摸摸摸摸 但隨著外送平台 向業者伸出合作觸角 現在單身族都笑了 動動手指也能猜一咖 對我來說 我真的不會常常出來吃桌菜 但是在家裡 譬如說跟家人或是朋友的時候 有時真的想要吃這家 我因為省得排隊 省得麻煩 省得去挑選 我直接在網路上 或者是打電話 點一點他外送出來 其實對我也是很方便 感覺還不錯啊 很多餐廳都可以就是參與外送 就是選擇比較多 菜式好料 尬作會 業者推外送平台獨有的便當 精巧卻富含多種配菜 開拓單身新市場 香料也反映在餐廳的業績上 互相拉抬 業績成長的部分大概 便當的部分大概有一層 然後單點的部分 桌菜的部分 同行餐的部分 都有成長二到三層 外送業者到處串接餐廳 各種美食送到家 這後頭的平台大數據 意外激盪出全新火花 道地日式烏龍麵Q彈麵條 清爽湯頭 越吃越刷嘴 讓這家日式餐廳 成為不少學生與上班族 下課下班後的第一站 但你絕對想像不到 它其實嘲笑在外送平台上 賣著招牌的韓式料理 光是這料多 實在的拌飯店員就包到手三 跟著原有的日本料理 每周至少熱賣白碗 韓式料理 在他們搜尋的數據裡面 是第三名 可是實際上成交的在第六名 但是表示這中間 它的供需是有一點 供不應求的感覺 在不增加人事 和食材成本的情況下 利用同一套作業模式 端出專門為外送和餐廳本身內用 兩種不同的料理 靠著大數據發現全新商機 這餐廳與外送業者強強聯手 要數據成功掀起新的飲食革命